立法院龙头之争呢 结果在今天会正式揭晓 而目前第一轮投票已经结束 但就在稍早中午的时候 国民党的立法院长候选人 韩国瑜以及副院长候选人江启成 却突然来到民众党团拜会 也让媒体是一片手忙脚乱 而韩国瑜呢 也说他是今天是特别来 谢谢民众党的立委 来看一下稍少画面 他们委员不再去外面聚餐 我们请秘书助理转答 我们的感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立法院 能够继续团结合作 一起打造一个更好 更符合老百姓 人民期待的一个立法院 期待没有 谢谢啊 好不过呢韩国瑜 由于是没有事先约好 所有民众党的立委已经去吃饭 也让他是当场扑空 但稍早就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呢 原本民众党八票是号称团进团出 全部都要投给自己的立委黄珊珊 但其中的一名立委 曾遭司机的疑似被印尼污染手指 导致他的票却变成废票 而稍早民众党的立委 也做出最新回应 谢谢大家他已经发声明了 那这样会有党籍处分吗 会有党籍处分吗 可是一个小小的书是不会有处分的 我们现在就是开党团会议的时候 我们确确实实也认定 他是无心自够 没有什么党籍的问题 我们都已经争取了 很明显他投给黄珊珊 并非投给别人 所以就没有什么伪计啊 或什么处分的问题 黄珊珊是表示呢 认为陈昭芝其实不是故意 认为党中央应该是不会祭出党继处分